那一处建筑工地的工棚突然发生了大火 上千平方米的工棚都被烧毁了 所幸当时的民工都在工地上班 否则后果更加严重 早上八点半左右 有民工看到这处工棚开始冒烟 紧接着就有明火冒出 大家赶紧报警 消防出动了三辆消防车赶到现场 因为工棚是两层铁皮夹着一层泡沫 火很难扑灭 消防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大火完全扑灭 但工棚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在附近工地干活的民工 建失火 立即回来抢救自己的东西 有的民工抢出一些被褥 但大部分人的被褥都被大火烧毁 那当时火凶得很大 我也不知道怎么抢东西抢出了 民工们说他们是一家装潢公司的 临近年关都准备回家了 没想到遭遇了大火 不过公司还没有发工资 所以大火只烧了一些生活用品 并没有钞票等太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辖区派出所 已经把工纪负责人带走调查 民工的生活善后也正在积极处理中 老板称 时代不行就安排民工晚上住宾馆 江苏城市频道 不认为您